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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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大事大观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事大观 今天是4月20号礼拜三 今天台股是涨了 涨了155点 如同我这两天跟你讲的 昨天涨90几点 今天涨150 我不知道你感觉什么 当然 也许你会觉得说 老师啊你就刚好猜对嘛 刚好没有破底 然后就上海 当然啦 你可以把气出在我身上 那也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我分析正确 方向正确 是应该的 因为我是分析师 我有经过考试及格 但是观众朋友你要去想喔 你一开始设定的那个假设状况 有没有改变 有没有改变 你像昨天晚上美股突然涨个490几点 对不对 然后NASDAQ啊 费成半导体就涨2% 你觉得 你觉得啦 你觉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当然你不要跟我讨论说 老师啊 早上那个Netflix 网费公布财报说 第二季营收不如预期啊 什么退订人数比较多啊 所以 美国道琼期货的盘后盘又跌 人家400多点就要500点 跌个120点 这样叫跌嘛 你去想一下 你的方向有没有错 然后再想喔 今天开盘一开高涨了快100点 然后打到平盘 其实是打到平盘 然后尾盘再往上拉伸 硬把它拉上去 硬把它拉上去 你可以这样讲 硬把它拉上去 那K线形态变成这样 昨天呢 最后涨不到100点 留一个长上影线 你觉得很害怕 今天呢盘中留一个下影线 然后给你收藏红 那接下来就是看这个缺口啦 对不对 当然你会说 老师我跟你说 因为16764没有跌破 所以我跟你讲 我现在不想买股票 OK的啊 对不对 今天升华科也没有涨停啊 是不是 那早上我8点45分发给你那通讯息发什么 你有在群组里面 我都有邀请你啊 早上我发给你什么 你自己去看 每个人都一样 每个人都一样 你自己去看 我发什么讯息 是不是看到105 然后看到105 就算喔 他还达到104 结果后来直接拉到翻红 然后尾盘稍微震荡一下 他今天不能涨 他今天再涨 明天就分盘交易了 所以我跟你讲 他今天不能涨 可是你今天盘中的105以下 你应该做哪个方向 你自己要去看 就像我跟你讲说 我邀请你啊 可是你可以不要 我说我没兴趣啊 对不对 就像很多人跟你说 我跟你说 这一波亚诺法最厉害 亚诺法涨得快十支涨停板 我就没有嘛 我真的也感觉不出来 厉害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我 我跟你推荐的是 有本质的股票 泰博嘛 对不对 他今天创收盘的新高嘛 那你说 老师啊 我之前给你拿资料 啊 这样子 你觉得怎么样 我说 那你怎么样嘛 对不对 205块的泰博你不去买 然后等到今天300块了 你才说 我跟你说啦 也没有很厉害啊 你也没有比那个亚诺法厉害啊 就像我前两天跟你讲嘛 对不对 我们这个政府叫我们的 叫我们家的小孩 可以先打 莫德纳 可是我说莫德纳太危险了嘛 莫德纳本身就有危险了 对不对 然后可不可以BNT 然后你现在被骂翻了喔 被所有的网民骂翻了以后才改口说 我跟你讲喔 我们快要签约啦 怎么样 为什么 你如果能力那么差的话 你就不要待在那个位置嘛 你如果整天想着要选台北市长 你就不要待在那个位置嘛 是不是 站着什么什么不拉屎 就是这种态度啊 人家都买得到 人家郭总可以买得到 人家是民间人士 人家买得到 你一个官员你买不到 这还用说什么 就是能力不足嘛 对吧 所以我就跟你讲嘛 如果这个盘 我都跟你讲得很清楚 你这边打下来 你不要做空 很容易死猫跳 又跳上来 叫你不要做空 我如果说我看错了 那么我是能力不足嘛 问题是我看对啊 昨天涨快100点 今天涨150点 我就是看对嘛 你要怎么看 你要怎么想 不堪我的事啊 对不对 今天台积电也有涨啊 可是我还是跟你讲 不要去存股台积电嘛 对不对 今天 利基电也涨啊 利基电今天大涨啊 好棒棒喔 终于大涨了 打到这边的时候 跌破上市的抽签价 丢人丢死咯 上市那天80块 跌到49 跌破你那个抽签 你去抽签去抢了 全部都赔钱了 现在在这里 那他也顶多在足底而已啊 他也没有100%把握说一定会大涨多少 对不对 今天华邦店也涨啊 华邦店有涨 OK啊 跌这么深了 反弹一下合不合理 合不合理 所以不是我的问题 不是我的问题 你了解我意思喔 就像有观众朋友问说 老师啊那个最近啊 那个什么防疫的那个股票 你如果真的很害怕的话 你要去看嘛 现在政策是不是希望说 药局的药师帮忙 对不对 那你就看嘛 最贵的就是4529嘛 大树嘛 4592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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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错了 4592的大树嘛 这是做药局的 打不出来啊 没关系啊 那我说你买不起大树 没关系你就买优胜 优胜之前我们推荐过嘛 他有通路 全台湾的通路有400多家的药局嘛 对不对 一两百家啊 好像一两百家的药局 对不对 他有药局啊 大树也有药局啊 那最近他也是这样走 而且他还有做血氧机 血氧机现在你买得到吗 买不到 买不到啊 所以你要去看喔 我觉得有些东西喔 人家事先讲 你多多少少把我 讲的话参考一下 好 当然我是觉得说 最好明天震荡一下再往上走 不要一口气就去补那个 上个礼拜四 礼拜四礼拜五那个缺口 不要这么快补 我跟你讲喔 最好是这样 补一下然后再下来一下 再下来一下就给你机会啊 我觉得这边喔 很容易啊 还是很容易往上啊 因为我跟你讲 我很了解观众朋友 你在想什么 因为很多人都可以自己留言嘛 都可以跟我留言 然后我们小编汇总一下 大概知道观众朋友你的情绪喔 大概就可以判断说喔 因为散户都看错了 都看错了 不要骗人了 散户几乎都看错了 那这一波你要特别注意 上来的话 有时候不是你想的那样 今天果然死猫跳拉尾盘 那当然你会说是结算啦 那人家也跟你讲明了 外资手上是偏多嘛 刚好死猫跳刚刚好而已 但是盘中是很闷喔 因为各类股几乎都有涨 但是跌什么 跌钢铁股 你仔细去看喔 今天跌什么 跌钢铁跟玻璃 对不对 那玻璃不要看啦 玻璃因为只有几次 跌钢铁股 你觉得合不合理 你早上打开新闻说 大陆的唐山 最大钢铁厂那边 欸 封城 那是他钢的厂量 可能三天五天 一个礼拜通通都没有办法生产 那没有办法生产 那到底说钢要涨啊 对不对 钢铁要大涨啊 结果没有 今天钢铁反而全部跌 对不对 结果涨的是什么 涨的是运输啦 今天还涨电子涨金融嘛 对不对 为什么涨电子跟金融 就是要拉指数 我跟你讲就是要拉指数 我觉得关键 接下来你要看4月15号那个缺口 那接下来你怎么做 散户喔 观众朋友你还是看空的比较多啦 看空而且在做空啦 那外资呢 昨天小买超 今天应该也是小买 那他是不是真心的 我只想问的是 你觉得他们这边如果做多的话 是真心的吗 当然啦 我我不会很傻的去问那些问题说 假设你加了我们秘密群组 对不对 那你进去以后 你是真心想要来赚钱吗 你看里面也是 整天24小时都有人在讨论嘛 我觉得怎么样啊 我觉得你们那个小编怎么样啊 怎么样 明明就没有看到人 就是说我们小编可能长得很丑 也有人这样在里面 也有啊 对不对 那我们就不理他嘛 因为里面真的人太多了 没办法管制 那你要去想 你是真心想要赚钱吗 还是说这一波的外资啊 这两天外资做多 他是不是真心的 所以我跟你讲 你还是要做滚动式调整 这个我就借那个防疫 防疫中心的那个讲法啦 你要做滚动式的调整 那选股的部分你要 那有时候你要谨慎一点 谨慎一点啊 你说老师那 那你怎么看啊怎么样 基本上 现在 泰伯涨这么多了 你不可能去买泰伯嘛 对不对 申华科呢 这边压下来 你也不敢买 对不对 那优胜呢 五天涨的四肢涨型版呢 你也是在旁边看 可能也不敢买 敢买的就是赚得到钱嘛 对不对 你大树你买不起嘛 大树药菌你买不起 那你就是买优胜嘛 对不对 那其他的冬简呢 我看你也只是看看而已 因为四十几块 我们推荐的时候你不买嘛 这是同样的道理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你参考一下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 我还是要跟你讲喔 昨天已经有两个人 因为染疫过世 包含一个小朋友 我还是希望你注意这个 一定要有效药物 人家申华科研发这个药物 送给台湾政府用 都没有收半毛钱 你看看人家的格局是多大 我只能跟你讲 人家的格局是多大 我不想跟你讲说什么什么 国外哪个药厂啊 现在在看他们的二期临床达标的数字 可能要 可能要 变成国外的 人家那个药可能 未来可能是国外的 人家已经在看那个数字了 那只有台湾人 人在福中啊 可能不知福 你知道他人家台大医院直接讲 这个药很好 好到什么程度 它抑制病毒超过百分之九十几 它不让它复制耶 你传染力再强没有用啊 病毒本身不能复制啊 那你觉得这个是不是解药 我觉得很多东西 你自己要看清楚 老师我跟你说 那个长太凶啊 我怎么样啊 要一些掌停板 你们怎么样啊 早上有来最低点104 我盘前跟你讲105 今天最后一天 你想要 你想要加入秘密群组的 今天最后一天 我讲现在进广告了 我讲得很清楚 最后一天 你不要我明天把这个QR Code拿掉了 然后你在那边什么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有看到 为什么你今天没有 百货公司打折也不会天天打折 他就是会有一个期限 期限 对不对 比如说期限就是这个礼拜 欢乐周 或是说什么周年庆 对不对 我就跟你讲就到今天 好不好 你不要去讨论说什么 老师你说什么 那会不会去挑战什么 309块半啊 挑战历史清高啊 或是怎么样 你先不要管 你先不要管 你什么都不要管 我只告诉你 今天你加入我们秘密群组 是最后一天 我明天之后我不要讲 我不要讲 因为讲的没用啊 明天如果又上去了 被你骂而已啊 我跟你讲只是被你骂而已啊 还没有机会啊 你们今天可以买105啊 明天还没有机会啊 出的时候呢 你手上有 那你出的时候呢 全市场你只能相信我 我只能跟你讲 如果你想要做这档股票 你只能相信我 好不好 我也希望你相信我 好就这样 我们先进广告 再回来现场 谢谢 02-8511-3366 02-8511-3366 02-8511-3366 投资这条路是孤独的 投资这条道路是辛苦的 尽心思考 二十年来坚守专业与热忱 似乎不够 总想着能为投资者多做些什么 你们就是我们的支柱 你们就是我们的动力 用心去关心每一个股市投资者 顶页头顾全心照顾 02-8511-3366 行人应在画设的人行道上行走 座位画设人行道 记得面向来车靠边行走 趕时间 没车 冲啊 不近一百公尺范围内 有行人穿越道 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设施 不得随意穿越道路 如果在无行人穿越设施之交叉路口 应在人行道延伸范围 停止限制路员范围 或路员延伸线往路段起算 三公尺以内范围穿越道路哦 遵守行人路权 路口大家安全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欢迎您再回来现场投稿的朋友 今天传来确诊是两千多人 就像我之前跟你讲的 本来是开三星财 现在都开四星财 可能过几天可能就开五星财 就是人数会破万 那每天这么多人被隔离 政府有没有这个能力去做控管 我相信应该也没有 那到底现在我自己快塞阳性的话 到底是要自己坐计程车去医院呢 就诊呢 拿药呢 还是说我自己乖乖在家里面 那万一怎么样了 到底谁负责 还是说我打电话给1922 会有计程车来接我 这个政府就是乱了 乱了套 就乱搞 那我也直接跟你讲 我只担心我们家有一个 没打疫苗的 这是小学生而已 小学三年级了 没打疫苗 我就是怕他而已啊 对不对 那你有没有这个困难 对不对 老师我手上有无党股票 我只担心什么 我讲早上 早上有观众朋友问瑞鼎 我说你自己看嘛 他上市以后拉到这边 拉到699 然后直接现在跌到这边 破年限 来到400多 今天拉上来 这公司有很差吗 这公司没有很差 那为什么跌这么深 因为他就是高价股 而且他好像 我记得没错 他是友达的子公司 友达本身就很弱了 友达也是很弱啊 对不对 3454的那个 3545 3545 敦泰 你看敦泰 你看3034联勇 这都跟面板有关的IC 全部都是大跌 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还是认为说 对 他基本面没有很差 但是反弹你还是要找卖点 反弹你可能要找卖点 就像有些人说 老师他今天ABF 什么什么 外资看好什么欣欣 你要去想 欣欣这一波也是有跌 261跌到198 他也是有跌 为什么 他是高价股 南电跌比较多 南电是600多块 631跌下来 跌到420 631跌到420 没有跌很多啦 落去200块而已 哪有落多少 可是我这边我就会认为说 如果下个月 联准人会还是要升息 升息2码 升息3码 我觉得对这些高价股 非常的不利 非常不利 那你自己要不要调整 你就是看你的状况 然后我们讲实在的啦 说你不听的啦 这个图卡去年11月就拿出来了 也就跟你讲 升息接下来你就是要避开 先避开高价 然后高本益比的先避开 那你能听就听不能听就算了 反正到时候跌完的时候 人家会跟你讲 真的订单变少了 可是股价呢 股价崩啦 股价腰斩啦 这文帽啊 这是好棒棒的公司啊 对不对 好棒棒的公司 问题是他也是这样啊 那股价已经破底了 他才跟你坦诚说订单没有上来 对不对 就像大家现在还在想说 我现在就很害怕联发科嘛 联发科这边有止跌对不对 他1200跌下来 跌到800 那万一他这边足底失败 那搞不好又下去了 订单到底怎么样 没有人看得懂啊 除非你是公司的人 你知道说 那公司大概情况怎么样 对不对 那有些东西就是你自己要去看 你像我们在追踪 我们在操作 叫你不要买了 就不要买了 那你还要买 就你自己要负责嘛 对不对 可以买的时候就可以买 不可以买的时候跟你讲 我们出了 也是有人说 老师那你的股票呢 我的股票 我的股票可以卖啊 对不对 我的股票 叫你不要再追了 你还要去买嘛 最近公刊跟你讲说 我们卖掉了 可是还继续涨 那继续涨的话 你如果再追的话 你会套牢 就不相信嘛 对不对 就像我跟你讲嘛 你这两天你还在看嘛 对不对 可能过一阵子 我看好那一档股票 对不对 可能就150 甚至他可能就去200 然后你就说 我跟你说 早知道我80几块就下去买 有啦 我跟你说 那个群组里面有啦 我有参加啦 我跟你讲 我现在自己退出了 为什么 那太准了啦 贪太多了啦 有到贵分呢 对啊 重点是什么 你好不容易说服助理 帮你加入了 结果你也没有买 那你加进来干嘛 真的是占了什么 不拉屎 就是这样 对不对 谁不去学 你去学那些官员 你自己要想清楚嘛 对不对 所以我不会去强求你 因为我们也不想管制里面的言论啊 怎么样 因为里面太多人 四百多人 怎么管 怎么管 我今天也只发一通讯息啊 那你不认同就算了啊 盘中有时有翻红 对不对 翻红来到昨天的高点 才震荡啊 尾盘因为尾盘在拉指数啊 所以他是震荡往下 有些人他就是蹭嘛 他说我做差价啊 我早上喔 我看到老师的指示 喔我赚五块 赚八块 他就要走了 对不对 然后过两天 开始买不到的时候 然后就说什么 你们喔 好贱喔 你们老师喔 怎么样啊 都我跟你说啦 我喔 我运气很差啦 怎么样怎么样 就是那一套嘛 投资人常常会干一件事情是 吃水果不败手头 还会斩手头 还会干掉老师 我跟你讲还真的不少 喔 那你自己看 之前来找我们的 每一个我们都安全下车 我现在就只问了说 我可以帮你嘛 也是一句话嘛 对不对 那你可以不屑我帮你嘛 但是我也直接跟你讲 人家如果安全下车的话 我可以 我可以不用在电视上讲喔 明天就开始介绍别的股票啊 我要买别的股票啊 我直接讲 我明天要买别的股票啊 对不对 长龙 我昨天讲完以后 今天是不是还是往上走 144.5嘛 还是往上走嘛 对不对 你说老师 那到底怎么样 那你有沒有觉得低点好像过去了 就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啊 好不好 这个群组喔 我跟你讲喔 今天最后一天 你不要跟我废话 我明天就不 我明天就不会放在测标 让你刷了啦 傻瓜啊 明天就没有了 因为已经快满额啦 真崩了 那 最后一天 那明天我也不 我尽量在电视上 不要讲升华歌啦 掌停板 我们在电视上就拍拍手就好了 你知道我知道 你有赚到 我有赚到 我会员有赚到 这样就好啦 对不对 那其他的部分 就交给市场 就交给市场 反正自然会有人处理 好不好 祝你大传 我们明天见